到底台灣還是自己的地方 正好我有這塊地 可以看得這麼美麗的太平洋 所以我想就利用自己的力量 把它變成一個藝術園區 可以讓人家參觀 讓人家進來 這是我辦這個藝術園區的初衷 其實我一直堅持一方面也是因為 我已經下定即興了 所以就一直堅持下去 其實從想要做一個藝術園區 和別人分享這個事情 對江老師來講已經不是現在的事情 他其實在紐約的時候 在這個East Hampton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五公頃的一個園區 所以他當時就覺得說 他在那個環境裡面 海就在旁邊 然後他在那邊做畫的時候 他其實就很有感覺 後來來到了台東 因為在台北沒有找到適合的地方 等到在台東的時候 對大自然的影響 每天看到的山海日月星辰的改變 但是這個時候他的一種感動 從一個旁觀者 我知道他是受到這樣的一種心靈的綻放 他就更具體的想到說 也許他有能力的話 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 能夠為台東留下一個 他可以與人分享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真的是要有很多的貴人相助 那麼那個時候老師居然找到了林友漢建築師 那麼他看了老師的那個鋼雕藝術的作品以後 他立刻就心領神會 居然可以就把他的一個原來的一個模具的想像 然後變成一個具體的作品 那麼老師起先用紙板做了一個他想像的那個 他原來的那個造型 那後來呢這個紙板的造型呢 有漢建築師也很快地就把它變成了一個具體的一個空間 所以第一個我特別介紹的就是那個像教堂式的尖塔 而這個尖塔呢老師是用那個清水模作為結構的外觀 那麼外面呢老師說有一半的大部分的劈面呢 是用耐厚鋼讓它自然地慢慢生鏽 也就是說他認為這本身就是一個洞的作品 但是因為要變成一個園區就必須要有一個接待中心 那這裡面呢將來會是有一些作品 一些複製畫或者是一些文化產品就可以在那邊販售 也可以讓到園區的人喝杯咖啡啦小小休息啦 那麼第三個建築呢就是一個住宿的空間 就是我剛剛講的老師的夢想是這麼好的環境 不應該是他一人獨享應該是讓眾人可以共享的地方 所以他一直念之在之的他希望有一個住村藝術家 跟所有愛好藝術的朋友可以來這邊分享的地方 我最大的夢想就是我認為現在當地人利用他們的能力 做了一個古倉藝術館呈現在那個地方 所以已經變成是台東很重要的一個地標 那麼在寒暗的另外一邊 以江弦二藝術中心為基地了以後呢 台東縣從縣長到副縣長都非常興奮 他可以帶動的未來呢是一個台灣版的奈戶內海藝術節 隨著這個園區將來慢慢的成熟以後呢 將會是我們可以看得到的一個台灣走向世界 或者讓世界走進來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地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